大家好,今天是5月29日,星期三 市場又是再跌了 真的不太好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先看看整體方面 今天升的板塊只有很少 有哪些板塊升呢? 就是金屬、林業、天然氣、餐飲和一邊金屬和礦石 金屬和礦石已經過去9、6、5 即是前10,這幾塊都是升的 天然氣也是一樣,昨天又升,今天又升 這些就是林拉美跑出來的意思 之前是很低的位置,然後跑出來 金屬的東西跑出來就是因為一時一時 有時升,有時跌,所以影響 我們先看看是金屬的方面 金屬的方面就是指金,什麼都會有升,不升 不是太多的 白銀這些平台是炒股 這些又跟著升了 我都數不到多少 這個就是蠔子先士,在先士之後的,再跟著 沒有用的 再其次就是指品和林業那裡 可以看到了 指有些星,不過不是很多大的星 就是全部都很小的,這些都很小的 沒有什麼用的 這些 那再跟著就是有天然氣等等 那這個就是基本幾好啦 那再其次呢,我們就會有這個酒店餐飲業那樣 那這些就是升了一個斗嶺,升了98% 那這些你也知道了,你也買不到的這些 那再其次呢,就會有這個是一般金屬和礦石那樣東西 那這些是屬於比較一般小炒一點的東西 那天齊里葉,有色金屬這些全部都有上升的 那這個可以看看 那再其次,我們看看就是個別的股票方面 大牛龜都下跌,是不是 騰訊,阿里巴巴,美團都是下跌的 那因此呢,就整體都拖累到的大小跌了 那我看看期指,期指的時候 喔,不是很好樣啦,絕對不好樣啦 跌下來這裡,那有望是下去這個18,000的 初步沒有18,000的了 那那,期指結算,似乎真的不太好樣啦 那,去完這裡之後就看看,我們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 那麼留意海洋石油啦